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理心的话 你们不会觉得很痛苦吗 我是觉得台风天台电台水 不该冒着性命抢羞啦 都等了几个小时了才跟我说高铁不开 开高铁很容易嘛 就这样的呼呼呼就开过去了 我明天全天停班停课耶 我早上还要上半天班 哈哈你再也是资方的城市啦 哈哈哈哈 以前就这样啦 老板就讲说外面风雨很大 再多上几个小时班啊 最后还不是全天都上班 风雨不大啦 你在办公室很安全啊 明天早上记得把那个计划交出来啊 我还要在家里陪女儿弹钢琴呢 有没有上班啊 蛤 上班途中出事了 都怪政府不好啊 风雨这么大还要上半天课 他是接小朋友很危险耶 老妹妹 台风天为什么不赶快回家呢 都是因为你没放假 主要都是媒体啦 唯恐天下不乱 到处去拍摄 家长去接小孩的画面 好像台湾都很乱耶 请问台风天为什么还要上课 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 对不起 我是根据气象局的资料做决定 气象局的资料 为什么到了晚上突然下收风利 害我们不能放假 如果一直放假 整个城市的生产力跟竞争力 都会下降嘛 诶 台湾天 谁叫我 我都到机场几个小时了 才跟我说停飞 是飞机要飞很困难吗 我不就这样 就飞出去了吗 我是农夫 我半年辛苦以来的作物啊 台风天还有人出去玩 要我们消防局去救灾 大家都看到了吗 台风天还有各行各业要工作的人们 大家都辛苦了 无论在室内或室外 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 台风过后我们又要麻烦辛苦的国君 希望他们不用再吃白饭配罐头了 还有一个很辛苦的职业 真的是做效果 就是我们的媒体记者朋友 真的很辛苦 我是农山 因自己麻气宇宣 才会报道 我以为文明时代报导 不爱鬼岛的中华儿女 农山 台风天拍这个不累吗 真正累的 是在台风天 还要辛苦上班工作的人 我拍影片 连他们万分之一的苦 都不到 算得了什么呢 大家辛苦了 雨中拍完要洗澡 结果却停水